大家好,我是毛毛 在家做隔天,有人用面粉水,有人用面水 有的用凉水和面,有的用温水和面 其实都不对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正确的做法 首先咱们要先来和面 500克面粉,从中间分开 一半加入5克盐 倒入120毫升凉水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成面絮状 另外一半倒入开水烫面 做锅贴为什么要用凉水和开水烫面合在一起呢? 因为凉水合的面团有筋道 所以做锅贴时容易成形,不会烂 开水烫面口感松软 送出来的锅贴吃着没有那么硬 最后把两种面揉匀 揉到三光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醒20分钟 首先在韭菜里加入一勺食用碱 然后加入清水,把韭菜洗净 用食用碱洗韭菜可以很好地去除韭菜中的残留油药 还可以使韭菜更加脆绿 洗好之后捞出来控干水分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把鸡蛋放进来 然后用筷子快速地不停搅拌 把鸡蛋搅散 这样很快就可以炒出鸡蛋碎了 也不需要切 特别快速 这时韭菜的水分也控干了 放在案板上切碎 切好之后放在大盆中 把炒好的鸡蛋倒进来 先不要放调料调味 加入适量的油拌一拌 油可以锁住韭菜的切口 防止出水 搅匀之后 再来准备一包方便面 用手捏碎 这样即使韭菜出水 也会被方便面吸收 再放入一把虾皮皮鲜 放入鸡精、五香粉、盐 来调味 搅拌均匀 这样的韭菜馅就调好了 这个时候面也醒好了 取出来放在案板上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再撒上一些干面粉 防止肌骨参联 然后把每个小剂子擀开 米包饺子的皮稍微大一点就行了 上面放上炒好的底下下 包的时候可以随意包 先从中间捏起来 然后再多捏几遍 防止有开口的地方 包好之后放在壁子上 接着再来调个面水 两勺面粉 一勺淀粉 加入300毫升清水 再加几滴食用油 搅拌均匀备用 便利锅底部加上少许底油 刷匀 把生坯一个一个的放上去 这个时候开大火 煎到底部有一点微黄的时候 把调好的面水 从缝隙中倒进去 水量莫无声匹的三分之一 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焖4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之后 打开看一看 里边的水分基本上已经收干了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这样做出来的锅贴 底部更加的焦黄酥脆 用盘子倒扣过来 看一看 底部金黄金黄的 非常漂亮 这样做出来的锅贴 不发干不发硬 外皮焦香酥脆 里边的韭菜馅鲜嫩脆绿 真的是太香了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毛豆 每天更新不同的家常美食 喜欢记得点赞 转发关注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自拍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自拍摄 记得更新的支持 欢迎来自拍摄 旅行的支持 欢迎来自拍摄